進來國際檢討論的焦點 就是各界憂慮 台海可能爆發衝突 路透社就模擬出六種 這個中國大陸可能犯台的模式 而且最壞的結果就是 引發世界大戰 新加坡國防部長也表示 台灣問題會是一條深紅線 如果真的開戰 沒有任何一方會是贏家 路透的兵推有一個顯著的標題 就是T-Day也就是台灣之戰 而在所模擬的中共侵台戰略 第一步就是封鎖馬祖 再來是佔領金門 然後拿下這兩個地方後 對台進行通關的限制 禁止外國或台灣民航飛機 船破進出 藉此來逼迫台灣談判 台灣在拒絕之後 中共會進行全面的封鎖 全民禁止任何船隻 進入台灣海域 並且切斷台灣海底數據電纜 而全球經濟也因拜島體等 科技零件缺貨造成股市大崩盤 進而逼美國來上談判桌 而在這些手段都無效之後 第五個劇本就是共軍發動空襲 無預警的空襲台灣機場 港口軍事基地以及通訊設施 不過台灣有世上最先進的防空系統 會展開長程彈道飛彈反擊 而為了避免台灣被侵佔 美國和盟國會增派部隊協防台灣 而最後的演變就是 各種手段都無法使台灣投降之後 中共決定全面入侵 台灣也全面迎戰 美軍亞太部隊也會聯手日澳反擊 最後在東亞展開世界大戰 而對於台海可能的兵凶戰危 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 在出席阿斯彭安全論台時表示 台灣問題是一條深紅線 各國一旦靠得太近 就有誤判情勢的可能 這是一個深紅線 我可以想像是有勝者 如果有實際的面對台灣 因此他的勸告是避而遠之 因為一旦衝突發生 使各方皆輸 不僅是美國和中國大陸 東南亞甚至全球都會陷入混亂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接著來關注的是 美國參議員有提出 台灣嚇阻法案 他們打算以每年20億美元 作為台灣要抵禦中國大陸的 這個軍購融資 那麼對此呢 民進農曆蔡世英就說 這筆錢其實牽涉預算的撥款 以及準軍事同盟的敏感神經 如果法案沒有通過 就代表說美國還是會 試圖維持兩岸和平 兩岸的平衡 但如果通過的話 這代表什麼 代表美方已經做好不惜一切 就是要跟中國大陸作戰的準備了 而國民黨的立委馬文君則表示說 每年的這個軍購預算暴增也就算了 現在呢還要台灣向美國借錢買武器 這是所謂的保護費嗎 借的這些錢到底要買什麼呢 我們不該繼續沒有尊嚴的淪為中美競爭下的足上肉 好的確那麼我們就要來看到的是 國民黨國際部主任黃介正他有特別表示說 當前的蔡政府應該要更努力的去遊說美國政府 國會朋友國會友人考慮是以外國軍事來援援援 那麼的確現在台海局勢是比較緊張 國防部長邱國正又投書美國華爾街日報 他就特別喊話說台灣絕對不會對中國大陸投降的 並且重申國軍有決心為生存而戰 兩樣緊張台灣卻因為義務役只有四個月 遭到華爾街日報質疑是草莓兵 軍事準備是否足夠也因此被打上問號 國防部長邱國正大動作投書同家外媒 強調隔壁是靠爭取而來 台灣不會對中國大陸投降 我們有決心為中華民國生存而戰 而且邱國正這篇投書特別署名是中華民國 台灣國防部長 總益於蔡總統投書只用台灣總統 而在前一天邱國正也鬆口不排除延長義務役的議期 說我們是不是要徵兵或者是把這個議期再做調整 議期要不要加長這是一個議題 這個建議也都聽過 我是很認真的希望就是說 也許部長您可以因為這是主管這個國防業務 在院裡面可以提出來 我們當然是堅定的希望維持兩岸的和平穩定的發展 也不希望任何擦槍走火 意外或者是任何戰事的發生 將台灣推向危險戰爭的邊緣 台海局勢升溫 美國參議員也提出台灣各族法建議由美國提供台灣 每年21美元的外國軍事融資 但這難道是要台灣借錢買武器嗎 美其民是要保護台灣 可是要貸款給台灣借錢給台灣買美國的武器 這看起來是做生意的樣子 某種程度也是變相的保護費 叫我們借錢買武器我們就照辦 這個一定會破壞我們的財政機率 國人捍衛主權決心從未改變 但美中大國角力台灣更應該小心 別遭到利用淪為棋子被推上戰爭前線 記得林家貴迎期後台北才會報道